你覺得四次各每次加息0.5厘的機會大不大? 不是,快速的機會是大的 如果利率期負顯示著幾乎是100% 甚至大家通常說市場最怕的是什麼 現在不是怕0.5厘的 怕有機會是一口氣0.75厘的 就是三口 一口氣加0.75厘的 我都忘記了多久之前才試過 你說2000年科網爆破時 都是一口氣加0.5厘的 所以這個不在市場的劇本裏 現在說一口氣加0.75厘的機會率相對比較微 但是有央行的言論 偶爾也有官員說要一口氣加0.75厘 但是那些永遠都好像說 James Buller 即是說一些市場最極端人士 他們說的市場都是聽聽的 就不會反應這麼大 但是每次加0.5厘加上去 現在說的機會率是幾乎100% 但是這件事會變的 什麼時候會變呢 就是隨著美股不斷地跌下去 聯儲局都開始看到股市向下視低位了 經濟狀況不行了 是有機會減慢加息步法 所以第一方面要記住 如果你想在股市的走勢上面 就是應該這麼說 你判斷股市走勢 從而因為加息這個機會率 加息那個步法上面找股市的去向上面 那就不成功了 是反過來 如果你想想在股市的利率多少 在股市的走勢上面去找回 現在未來的加息步法會是怎樣 這個反而可以找到是一個指標 所以短線來說美股是麻煩的 因為你不可能突然跟加息預期降溫 所以不跌下去 想不去跌多一點 加息預期才有機會降溫 明明我剛剛說的 這個邏輯問題 所以短線來說 你很關注股市走勢 你也不需要太關注加息機會率 你在找的是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託分高個股市